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看到进驻馆内的现在已经有64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品 看我们的奥特莱斯站已经到了 村里太懂我了 奥莱在我朋友圈已经火爆了 那可不你知道吗 奥特莱斯的话这里有非常多的国际品牌 而且折扣力度非常大 哇 我已经会被期待了 来说 这里我发现这边的咖啡真的好好喝 东西又好吃 对 其他的我不敢说 但是像我们青埔这边的话 做整个西餐啊 咖啡也是非常用心的 因为像青埔的话 有进国会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 对外开放的要求呢非常高 所以我们在服务上也是花了大功夫 像我们的咖啡节 啤酒节等等啊 外国友人都是非常喜欢的 318国道被誉为中国最美国道 从上海到西藏 横贯5476公里 中国东西八个省市自治区 在青埔 这条宝藏长路又名为护青亭公路 它穿城而过 点途汇聚了青埔区域内最优质的文旅资源 而今天 让我们从人文璀璨的上海之园松泽 开启City Drive 张管您好 欢迎 欢迎 那我们要了解上海的历史 感受上海的魅力 首先要来打卡的便是我们青埔的松泽遗址博物馆啦 我们松泽遗址博物馆能够体现上海资源 在我们这批土地上 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六千年时候 上海的先民就在这里 哦 那我真的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了解 我们上海先民究竟是如何生活的 好 那么我们走吧 好 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上海的四个第一 最早的上海人 这是我们上海的第一道 青埔到现在为止还是道明之乡 因为我们在水箱上面需要房子建在水面上 我们古人非常聪明 就是用木桩把它腾空 这就是一个桃猪 哇 这个小猪的造型真的很逼真了 和母度的遗址 你看那上面是 它的鼻子比较长 都是野猪的形象 因为圈养了这个鼻子一点点退化 所以我们从这个桃猪上面就可以看到 我们中华民族圈养的猪已经有六千年的历史 对 这个是很像我们现在的烧烤架 对 很像烧烤架 对 不想死之后 也许是烧烤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定名为炉币 主要是炉子上面的一个垫圈 让这个火充分的软烧 哇 这个桃猪好好看 好看吧 它是用来装花的吗 对 也许 从我们外面看 水放下去 如果是你说花瓶的话 水要溢出来 对 它里面是有一个胆的 这些桃猪我们又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桃猪 除了造型不一样 花纹也不一样 非常的精致 有些的设计感实际上惊人 也是很难企及的 宋哲文化在全国的文化当中 是非常重要有地位的 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 行走于松泽遗址 仿佛穿越时空隧道 追溯文明滥伤 在领略了上海人文之史 中华文明之脉之后 让我们继续从松泽出发 走向今天和明天的魅力上海吧 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的热 其实之前我是很少以骑行的方式 绕着华城水系公园 走上这么一圈的 都是和朋友来这里跑跑步 或者散散步 但是我发现骑行的乐趣 和跑步散步都是不一样的 真的让人有一种旅行的感觉 是啊 作为一个本地的文化跟历史的博主 我见证了新城环神水系的发展 以及轻浦的日清月异 我觉得非常骄傲 非常自豪 其实这一路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但是真的看到这么多媒体 还感觉所有的疲惫跟劳累 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了 没错 前面就是水城门了吧 是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行 走 这里是个茶室 大哥好 你们好 清浦大大小小的茶室有好多个 这儿是属于比较有特色的 这个茶室非常适合登高奥远 哇塞 这里的视野真的非常开阔 不仅如此 我看到河里有非常多这种专业的浮标 这是比赛用的 清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运动 端午节前后赛龙舟 整个清浦环城水系公园总共43公里 这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公园 还有好多图书馆 越南市清浦人的生活真的是非常惬意啊 所以这个地方也被称为环城水系公园 家 听你这么一说 我算明白了 在整个环城水系公园周边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 不仅如此呢你知道吗 在北边呢还有一个地方叫上达中央公园南园 那地方知道知道 除了这两个地方 清一方 那可是清浦非常大的一个体育中心啊 去过吧 你那怎么没去过呢 上周咱们乐队还在那边表演呢 乐队在台上表演 咱们看到台下的老百姓啊 打羽毛球 踢足球 打篮球 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啊 Franc 那你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运动 你是喜欢哪个运动啊 我喜欢运动啊 和谁有关的 赛龙舟啊 那不是 我喜欢一个人玩的 皮滑皮子 哦 那我们的小伙伴现在就在划船 我们去看看 走走 请问摩都最火的村落在哪里 沉沃去 沉沃去 人的318打卡金谱 感受绿色生态之美 哈喽小伙伴们 我所在的位置 号称摩都小亚马逊 生态文化村 萤火虫之家 等诸多网红头衔的所在地 岑埔村 这里三面环林 一面环水 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先行启动区的重要位置 而且华为青埔基地 就在村边上 你们说这里 City不City啊 City 好 你看一下怎么站的啊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五五零平花点营地 然后村里有大概三家族 这样的大型的平花点营地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就是船中的摩都小亚马逊老 是的 这个地方因为 就是它那个周边的车比较原势 然后现在我们体验的这个项目是 皮划顶 对 这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刺激 像刚才我们玩那个蒋板就比较刺激 是的 蒋板呢 它因为上手难度比较高 所以它很容易落水 像皮划艇呢 它就不容易落水 在这里面 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对 相对初学者呢 更容易上手 现在村里大概有三十八家作业菜的 有二十家餐饮店 还有八家民宿 山埔村呢 主要就是以这种生态为底 然后打造水上运动项目 这些餐饮啊民宿都是配套的 凉鸡面包店 这家店是村里这个宝藏餐厅 他们家的那个海盐面包啊 其实蛮好吃的 我今天做的正好是那个 香草柠檬蛋糕 这是很珍贵的一种香草原料 给你们闻一闻 这其实放车里都很好闻啊 自己也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然后很小就开始希望有一家面包店 结果我们现在村普村实现了 有一边生活在这里 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挺好的 每件特色的东西 每件特色的东西 他也有办法去死说很多东西 通过我们进行打卡 自己的身体方式 每个人要看所有层次 所有的事情 还都有一些什么 什么一天啊 杨老师啊 今天就是我们CP家打卡的最后一站了 但其实我觉得清土还有很多大家 值得来推荐来打卡的宝地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 可以说打开清土的N种方式 等你来CP E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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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T